我们把镜头转到了葡萄牙 当地有一处酿酒厂发生了意外 有两辆大卡车因为刹车不及的关心 撞倒了两个大型的锄酒桶 这也导致220万公升的红酒整个外泄 甚至就形成了这个 葡萄水的洪水 冲进了大街小巷 那由于红酒的量实在是太大 当地的官员还一度发布了环境警报 只好想说先锁住这条葡萄酒河流 再来想想办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